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就连吃饭也要讲求效率 但是素食只能够选择汉堡或薯条吗 像是这一家24小时来自于安徽的中式快餐店 他们就选择用蒸的 从等餐到取餐只要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有效解决中餐速度跟标准化的难题 黄和林跟陈寅然来告诉我们 去年中国大陆的餐饮市场规模达到了4兆人民币 而随着8090后成为主力的消费群 他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家庭单位也越来越小 比起买菜回家煮 更愿意选择快餐解决吃的问题 也带动了中式快餐的发展 选一次要前走 不要带了几个甜点 一次要前走 分散他们的后车 日冷门为您自动提搭 每天4号5号一会给你 阿姨麻烦打两个米饭 米饭就要用车好了 早上8点钟 这个城市已经太忙太热闹 不止工作 吃个饭也得分秒逼争 中午基本上都在楼下吃 快餐嘛 因为现在时间啊 而且据说是吃饭也不用等火葬时间 因为我们在上面上班的话 所以实际上的话 时间呢也比较仓促 把牛肉把鞋拿起来 这边牛肉好了 二碗米饭 这边呢 二碗米饭 也在碰碰米饭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天饱肚子不想花时间等待 快餐成了优先选择 阿姨 那个打包的青菜香菇 它不要香菇 不要香菇 光火青菜 来自安徽的蒸小碗 用蒸的快餐改良传统灰菜 狮子头 米粉肉 还有鸡汤包 一份一个蒸笼 烹调手法保留食材原味 标榜健康少油 关键还要控管出餐时间 我们现在这样厨房标准装备 必须戴手套 还有帽子 事实上快餐讲究就是速度 速度必须仰赖标准化 看到的食材 都是从中央厨房送来的半成品 再由美甲分店的工作人员 进行组装和配置 在餐期前送上蒸笼 借此来控制跟掌握出餐时间 豆子130 再加速这个汤 就会下蒸锅了 199点半就开蒸锅 所以它现在得配置 中央厨房送来的半成品 精准称重 多少肉 多少汤 多少盐都有规定 这是标准化的第一关 我们迅速的话 都会往来放到这个 蒸柜里面来进行蒸制 蒸制好了够的话 等到高峰期的时候 客人上来的时候的话 我们直接从蒸柜里面上餐 就成定给客人 所以说它这个流程 时间是非常短的 阿姨把那米饭给我往里推下来 谢谢 阿姨麻烦打两碗米饭 把那老鸡汤推下好吗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的话 顾客从点餐到出餐的话 我们是要求又是秒钟 这样子就可以吃到非常新鲜 这种可口的产品了 餐点提前蒸好保温 但于消费者上门 点餐后就能取餐 客服中式快餐最难的标准化 以平均用餐时间20分钟来算 中午一个餐期能翻桌6到8次 点餐 出餐速度 嗯 挺快的吧 几分钟吧 速度就这种便捷是吗 用母球时间特别短吧 从点餐到吃饭 断到手大概五分钟吧 看不见了 我们正常工厂这一块 就是为这个所有的门店提供这个 半成品以及这个成品 我们可能现在正央厨房的配送率 达到70%左右 就是比如说我们店面的这个 20样菜品可能有15 15一道以上是正央厨房做好的 拥有和西市连锁素食一样的竞争条件 能够快速公餐 营业时间24小时 在安徽现有140家分店 年营收3亿人民币 但珍乔婉要做的不止这样 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大陆的市场 非常非常大 年轻人也好 居家也好 他不是说这个十分 十件十分的这个充裕 最终我们定位了 可能是这个解决这个 工薪技术的一个工作餐的问题 去年大陆全国餐饮收入 接近4兆人民币 同比增长10.7% 而外卖用户就占了14亿人口当中的近4分之一 这个数字反映了民众的生活习惯和节奏 加上家庭单位越来越小 比起买菜回家烧饭 更愿意在外面解决一餐 一天大概有几餐在外面解决 三餐 三餐都在外面解决了 三餐都在外面解决了 对 在外面用餐的比例比较不高 挺高的 一天大概几次 一天一到两次左右 好 在这之前 素食巨头也被推着改变 除了汉堡炸鸡 还卖起米饭 西式快餐本土化 要对消费者的胃 我们消费群体是20岁到45岁 这个年龄结段 对这年轻一代 对这个老的传统这个承认手法的一个技巧 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未来这个年轻人 可能都不会做饭了 我们都认为我们这个餐饮市场会非常大 根据统计 中国大陆的8090后人口突破4亿 占了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他们是餐饮消费主力 也更注重健康和效率 让中式快餐更有商机 共食餐饮市场大比 TVB的新闻成为黄庭 安徽采访报道